我来一颗三脚梅说不怎么会养不怎么哇塞寄到我这来又让我帮他弄一下 在开箱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三脚梅的养护绝招啊 这个我从来不传给别人 也就是三脚梅复成大法 对大家也都看到这个视频了就三脚梅呢 撞上盆之后呢你必须要摔他一下为什么呢摔一下以后大家也都知道刘备曾经摔过流散啊就摔了以后就脑瓜的很灵魂 哈哈哈你活的很好对不对好了话不多说先做开箱 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他这是 这啥玩了 你确定是三脚梅啊 我好想逃 却逃不掉 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 我好想逃 馅儿 蜡眼睛 我的天哪 哎 好事你看到没有已经发根了 他用的这个土不行啊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用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土你看我给你操作一下 他选一个花盆像这种时期他没有多少根系的时候呢不需要很大的花盆 用到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土很柔软 先把根系养满嘛像养满了之后咱们再换大盆 好多花衣喜欢用很大的粉其实并不离于根系发育尤其是养这种老装的很多的人之所以不用泥炭土来养朋友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固定性太差 就你撞了以后他可能东倒西歪那种感觉嘛对不对 这个话我们要盖他这个点就可以了 等到根系长满了就好了 然后呢你看到他有很严重的一些问题了吗 就是这些个窗口这里有些化水化浓就是流胶 这个时候需要杀卷的 做军灵 做军灵这样往上抹一些 不仅仅是 这个时候需要用到厄美灵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发现他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流胶看到没黏乎乎的 这个位置也是流胶 流胶就是说有点流浓的感觉 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于他这个根系是提根的哈 这根系是提根的咱们可以多敷一点土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然后呢大家这个时期呢是需要用到药的 我选的是厄美灵当然了也可以三座桶啊 大家用的时候尽量注意安全 你像我手里面拿的是一个千百计的厄美灵 它就设计的很银性 大家可以看到按压四次就兑水500毫升 大家只需要这样按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好了两升水整好整整好好的 你这样的话就大概齐就差不多了 不需要很纠结了 之后呢咱们插入一根吸管啊 搅拌一下 你别因为我要喝了他这个可不能喝 顺带的呢给他加入几滴生根液啊 用到的是绘丸的强力生根液 这个就养花用绘丸省心又省钱 再搅拌一下 因为他之前用了一个土啊 包括现在遇到的一些病害啊 肯定是需要生根液跟这些杀菌药来搭配合的 那咱们接下来呢再给他浇一遍水 这一遍水是必须的 也叫醒根水 有很多的人也是发出一种反对的声音 说是这个不要乱用杀菌药 会把这个土里面这些医生 这些微生物医生菌都给杀死这了那了的 这个呢你得看情况来 因为他现在这个是有病的 你不用没办法 就比方说你感冒了 抗生素这个东西呢肯定会杀死身上有益的细胞 对不对都有副作用 没有办法的办法 将来呢上面这些个呢也给他稍微淋一淋 好了将来没别的办法 将来呢可以给一些光照 但是避一下强光的曝晒 这个也不要套什么这了那了 这个没必要 之后就静待他花芽和开花了 要放到咱们那个中间那个通道 这里边通风才是差点意思 好了这一盆呢就简单的处理到这里了 可能给大家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啊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十二 垃眼睛 你必须要摔他一下 摔他一下 摔了遇度就脑关得很牛 没有办法的办法 刚才那一步才是最重要的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华一 小东说去点个赞